今天我们给这个刷了OpenWRT的设备 挂载一个移动硬盘 并配置为共享盘 这个OpenWRT它自带的挂载点 你去挂载的时候 如果用它默认这个新增来添加的话 添加之后呢 它能挂载上 但是呢 这个磁牌没有办法写入 只能读取 今天呢 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呢 配置好网络共享 实现在局域网里面就能够访问挂载的大容量磁牌 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怎么做 第一步呢 我们就是要安装插件 这些插件有哪些呢 有这些 这些每一个都要安装 安装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用这个SSH连接上去 然后执行 先执行第一行命令 再执行第二行命令 然后静等完成就可以了 你如果对命令行不熟悉呢 也可以在这个Web UI的界面里面操作 比如说我们先复制第一个 进这个软件包 然后先点这个更新列表 稍等一下 它大概需要十秒钟左右 才能更新完成 OK 它已经更新完成了 我们点这个关闭 现在呢 我们来 粘贴刚才复制的这个软件包的名称 现在它已经搜出来了 就是这个第一个 你看我已经安装上去了 如果没有安装的话 就点这里的安装 然后我们再复制第二个 它已经安装过了 再看第三个 OK 就是这样 要确认每一个都已经安装了 这里要尤其要注意 最后一项 NTFS三级 只有这一个可以实现 对大容量磁盘的读写 它自带的那个NTFS是不行的 等这些全部都确认安装之后 我们来进入这个挂载点 挂载点这里 点这个生成配置都没有用 因为它生成的这个自动挂载的 都是制度的 这个点也没用 你不要去点它了 这里新建的也都不行 我们还是要点这个新增 新增有什么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现在已经插到 OpenWRT上面连接的USB设备 就是这一个 它是个500G的移动硬盘 它的名字叫-DV-SDE 我们记住这个名字 后面要用 OK我们点关闭 现在我们来复制一下 这一段脚本命令的作用有两个 第一个是创建一个USB这样的一个文件夹 用于加载磁盘 第二个命令就是用NTFS-3G来绑定 我们这个SDE这个磁盘到USB这个文件夹 OK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回到这个后台管理 我们进入这个启动项 点击这个本体启动脚本 然后到这里把它贴进来 贴进来之后呢 点击保存 现在我们切换到服务下面的共享 网络共享这边呢 第一个是共享名称 你可以起名叫PKT或者其他的什么都可以 路径就是刚才我们挂载点上挂载的路径 要跟那个一毛一样 然后允许用户呢 你可以填个root 后面呢 权限全部用0777 允许匿名访问不要勾选 然后点这里的编辑模板 这里有一个invalid user 把这个前面加一个警号 就是把这行注释掉 让它不起作用 然后呢 点击保存并应用 现在我们回到GandoShell 连到我们这个OpenWRT上 通过SSH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博客页面 创建一个用于访问网络共享的用户名和密码 它的命令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行 我们增加root 作为一个这个共享的用户 输入命令并回车 输入新密码 再次输入新密码 回车 然后就完成了 这样就添加了一个网络共享的用户名和密码 现在回到我们OpenWRT的后台管理界面 现在呢 点重启 执行重启 稍等片刻 OK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挂载点有没有挂载成功 看有没有挂载成功 你就看有没有这一行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打开电脑的文件资源管理器 来看一下能否访问到我们刚刚设置的文件共享服务 输入我们设置的账号和密码 OK已经进来了 新建个文件夹做测试 OK新建成功 说明可以写入 点开网络 这里并没有XLE这个设备 刚才我们明明是可以访问的呀 为什么它没有出现呢 这个问题我问了一下微软的这个Copilot AI 它给出的解决方案呢 其中第二点就是要在OpenWRT上安装这个网络发现服务 这个服务呢 就是这个插进WSSDDR 我们现在复制它的名字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然后如果你没有安装的话 点这里的安装 安装以后呢 马上就可以发现了 点开这个网络 它在下面 正常情况下 它就会列出来 比如说我是这个XLE 点击就可以打开了 今天就到这里 觉得不错的 请点个关注 点个赞 谢谢